在本视频中我们将以奥提马为例了解什么是超级通货紧缩硬币 市场上存在很多种加密货币 但大体方向上可以分为通胀性的和通缩性的 通货膨胀硬币在市场上的发行量或总量在不断增加 而通货紧缩硬币的发行量或总量则受到严格限制并慢慢减少 超级通货紧缩的意思是指硬币在市场上的供应量急剧减少 而不断增长的需求和赤字促进硬币的价格上涨 为什么需要限制并减少市场上的硬币的总量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会出现赤字 而根据经济规律这将导致加密货币的价格上涨 奥提马硬币在发行时总量仅有10万枚 这是市场上发行量最低的数字货币之一 限制发行量并不是唯一的通货紧缩的手段 奥提马的关键工具是减半 减半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减少新硬币的发行量来抑制加密货币的通胀 减半促进加密货币的价格增长并增加用户对其的需求 奥提马的减半规则是市场上最严格的 如果比特币的减半是每4年发生一次 那奥提马的减半则是一年一次 现在市场上每天大约有900枚比特币被创造出来 而奥提马则仅有50枚 奥提马的每日交易量将每年减半 到2028年 市场上的奥提马硬币供用量将自动从每天50枚减少到每天一枚 减少奥提马硬币的供应量并增加用户对其需求的另一个产品 是Smart Wallet钱包应用软件 该钱包对每笔交易收取费用 这笔费用会在区块链中自动冻结50年 这会进一步降低奥提马硬币的数量并提高其价格 市场上有许多通货紧缩硬币 但是只有奥提马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超级通货紧缩加密货币 对于那些想利用现代技术赚钱的人来说 奥提马将成为一个安全且有力的解决方案 感谢观看